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欣然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是来到了安徽省浮阳市太和县清浅镇的高桥村 这个村还是比较特殊的 它可以说是往北最最最派 可以说是我们这边最偏僻的一个村子了 跟河南省交界只有一桥之隔 所以说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村子 我前面这条路就是通往河南的一条路 过了桥就是河南丹城县的张胖殿村 然后右手边这里这里就是磁河的一个大堤 所以说这里是算是跟那个 安徽跟河南交界比较近的地方 就是一桥之隔 和了一个磁河 然后过了河就出城了 真的是特别的一个近 可以说这里算是 安徽跟河南交界比较近的一个村子 过了磁河就是到了河南了 然后河南那边过了磁河就来到了安徽了 所以说是比较近的一个村子 现在也是盖上了很多的楼房 然后水泥路也是修了起来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 这里是一个树林子 然后虽然说有很多的那个 他们的老房子还是有没有拆掉的 然后这里就是整个高桥村的一个北边了 南边南边不是北边 我现在是来到了磁河的大堤上 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那里 就是通往河南的一个桥了 然后这边就是磁河大堤上的 他们的一个高桥村 这里是村里的一条路 这条路可以说是河南 河南的一些老乡们来到安徽赶集的必经之路 到清浅镇 他们过桥从这边绕到清浅镇的街上 然后去赶集 这里就是他们高桥村的一个村民们 现在所住的一些房子了 然后我们走这边继续往村里去看一下 然后这里再往这边走的话 还是有一条路 到另外一个村的 那个村好像也是属于单程县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可以看到 基本上家家户户都盖上了楼房 前面那个村子好像是属于单程县的 我看了地图上是属于河南单程县 白马镇 然后这里还是有他们村的一些那些老房子 就是砖瓦房 这里可以看到 有两间三间一个砖瓦房 后面还有盖的楼房 虽然说交通不是特别方便 但是他们村民也是选择了在老宅子 盖上了这个新房子 这是他们村的一个三叉路口 可以看一下 然后左边这里是刚修的一条水泥路 之前这里是没有水泥路的 然后这家户户都是盖上了一个新的楼房 也是很漂亮的 现在是在高桥村的一个最外围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些新楼房 有些都是村民们新盖的 有些是已经装修好了 有些还没有装修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大致的一些轮廓 再往我右边看 那边就到了一个磁河大堤的一个大堤了 然后他们村就大概只有这些地方 因为其他地方我在之前已经拍过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